傷害不夠的一天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居然 那我們今天要來打一下這個 單人的公公關卡 那就是稍微簡單講一下 這個關卡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帶大家稍微走過這個關卡 欸 剛剛沒想到居然會在那奇怪的地方翻車啊 GoGo Game Part 2 沒錯 第二次NG 別開車了 別開了 喔 我希望不要再尷尬了 希望不要再尷尬了 我不是博恩 好嗎 請不要把博恩跟序羽畫上等號 OK 不要把博恩跟序羽畫上等號啊 我不是博恩 這樣 比較安全一點 我哪有懂消費對不對 哎呀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博恩夜夜秀的忠實觀眾 雖然我只是不體系賀粉而已 哎 從上面點好了 哇 哇 這次有點危險 這次是不是關卡在搞我 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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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夠夠夠夠夠 喔 足夠 超足夠 殘害超足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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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就繼續輸出 這邊就繼續輸出 啊 不過這邊有連鎖啊 其實不要像我一樣 剛剛耍啥 耍 耍北七 沒有點 就這裡 這樣子點 然後就多留一些障礙 為了下一波輸出啊 會比較好一點 這波障礙其實 我就還可以再多 我們就做個C 喔 好 這波夠了 好 我們就跳過 好 這裡我們就開 我們的腰 欸 順 收頭 總覺得四層箱子 不會 這裡不會再翻了 剛剛點錯 剛剛點錯 但是這波是一隻很夠 絕對OK 我記得一隻二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CC出攻擊啊 隊伍順序有把嗎 有 這隊版很死喔 這隊順序連換都不能換啊 實在也是這隊過的啦 也是這隊啦 他說他也是用這隊啊 但是大概就這隊了吧 大概沒得改啦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滾根紅順能換 不行 不行 因為如果你是 順在尾巴的話 你不是順在尾巴的話 你一隻一會帶 第一關會帶不掉 傷害會出去 會出不去 所以第一關絕對需要好好睡 好 那第二個二隻一是有CC租全體攻擊的喔 所以大家記得不要留C到下一關喔 會爆開喔 會回家 哎呀 可以 所以我們就慢慢打 這邊大概需要兩回合左右 這邊我們要花兩回合 然後呢 這邊他就會C 然後我們這裡就再開一個司馬籤 讓C搶化 然後把他收掉 我們這裡就把他收掉 借吧 借角吧 這只能借角啦 這關 單人就真的沒辦法啦 可是不過我覺得多人 單人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獎勵啦 就是再多一隻入供之類吧 人體來說會很難嗎 還蠻麻煩的 你們等一下可以開始往後看了 控傷控很重 對不對 很控傷啊 我覺得 這隊伍造價非常高啊 所以不要亂嘗試會比較好一些 好 15顆單人喔 那就 有辦法就有辦法 沒辦法也沒辦法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裡呢 就是繼續戰 那你就去抽 你去抽 你去抽魚吧 魚才是這個位置啦 魚是第三位啊 欸魚是第二位啊 所以魚才是重點 順可以用別人的 接下來幾天我應該代表都會掛順 讓大家去好好嘗試一下這次的狂巫世界啦 要借角也是可以找我啊 就是 拜託不要在我睡覺的時候 亂找我 我會生氣 OK 看來我這次僅兩隻出來是對的啊 那這次果然是僅兩隻是正確的選擇啊 不然我怎麼打 請教 請教各位大大我怎麼打 那這次的狂巫世界 我會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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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我們這裡就 技能 兩個技能一起開下去 好我們把他收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準備進入我們的控傷地獄 再來大家可能會一直覺得 那個 我們會一直 一直回到同樣的畫面 有可能是因為呢 我失誤了 然後剪接 我也有可能不剪接 但是就是 你就會看到 我失誤了 然後就會回到同一個畫面 那個不是影片壞掉 那是 貨真價值 在直播發生的事 哎呀 希望 今天可以輕鬆通關 OK 好 我們進入R3 這裡 自爆攻擊哦 反正 防禦疊高一點就 就不會痛了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三關 第三關是 剛剛我在拓荒的時候 讓我瘋掉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表演 囉 請各位看好我們的表演 第一波呢 其實80到90 呃第一波 第一波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大概在90到 90以上的血量 會比較安全 然後第二波要打到大概70到80之間 第三波的話 我們要打到40到50之間 哦 這樣子 這邊就慢慢打 這邊不要緊 哦 這樣90 OK 其實90也可以 90 91以上是吸傷害 然後90以下是吸 是吸濾 但這關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打到70到80之間 這邊比較難控制 這邊呢就要打比較要注意一點點傷害哦 因為 陶悟的握手是會在的 就這樣 這樣傷害應該就可以維持大概在74%左右 這樣子76 很好 然後呢 這裡我們就要打到40到50之間 這我們就開個 開個司馬籤 這邊我們就要看狀況 如果這邊版面狀況非常不好的話 我們這裡就需要補個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傷害 傷害的狀態再決定 但目前看起來應該是要補了啦 安安 看起來應該是 會需要補傷害 沒有啊 就慢慢試啊 反正就先從 這當期的PU角開始吧 就是當期PU角一定都會是 最重要的關卡 最重要的組合啊 看一下 我覺得可能需要 補一個瞬 我們補一個瞬 補個瞬 好 然後我們這裡就開始打 這邊就比較難控 因為有時候你瞬C珠太多啊 就會炸很痛 然後你瞬C珠太少 就會 就會要炸蠻久的 所以這邊會是 第一個大家需要一直 瘋狂黑魔法的地方 這邊會 這邊我可能 等一下應該也會一直需要魔法 我希望我這次可以一次通 我想要早點結束 好 看來版面是 算是 還 可以 應該 會大概在 有一點多 應該可以維持在四十幾 沒有問題 四十四 很好 傷害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 就要 盡力輸出 我們這裡要盡全力打 然後這裡就打下去 然後我們這邊呢 需要一點點小小的巧思 這邊我們就要開一個 然後我們跳過 這是因為針對下一關 我們需要一些BUFF的關係 我們這邊就不太做 做過多詳細的解釋了 我們就直接進到 進過去 好 四十 我們剛好 非常極限 極限傷害 然後呢 這裡我們就 全力 全力把它帶走 我們這裡要全力輸出 把它帶走 因為這裡會給 病毒 以及 黑暗 那如果你這邊才開雨的話呢 你的黑暗是拿不到 你的病毒會被解掉 所以你不能在這邊開雨 所以你前一波就要先開掉 所以呢 這邊 這邊蠻重要的 這個 你如果晚一回合開雨 就會炸開 然後你下一回合輸出也會不夠 就是這邊 喔 超級極限 極限到我都不好意思 接下來呢 我晚一就繼續輸出 直接進到下一關 因為其實左邊血是很薄的 所以不用擔心左邊會帶不掉 你只要爆發的情況下 你兩隻一定都是收毒的 好 那我們進到下一關囉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最令人痛憨的王啦 唉 只能說這個王真低醜 接下來這個王很麻煩 因為你左右手 你不能同時秒掉 因為這是二三關的先是有 影響的關係 你第二條血跟第三條血 先制是永久減傷 所以你不能直接秒掉 所以你接下來呢 這一波我們要先打掉中間 以及右邊 然後呢 再做輸出 但是這裡我們 這裡要開一個小小的巧思 我們這邊先開一個滾 不是 混 那個 陶悟 然後我們朝中間打 我們這裡就朝中間打 然後我們重點這裡是要疊防禦跟回血 這邊還蠻重要的 疊防禦跟回血起來 對這邊 這波來說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這裡不要多疊 OK 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 OKOKOK 這個血量是蠻足夠的 因為其實這邊的防禦打都不會太痛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以穩定回血跟輸出就可以 然後我們這裡呢 就要開瞬 那這邊瞬 也要注意一個東西 你只能打掉 左邊跟右邊 那我覺得 這個障礙住有點多 我們清一下版面好了 清一下版面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們需要控傷在注意的東西 我們注意一下控傷需要的東西 最好的狀況就是 你的中間和左邊同時打過血 我們先點一支 我們開一下瞬 看看這傷害OK 如果傷害OK的話 我們就直接過去 因為我也怕過血 我怕打太多 左邊如果也一起打死的話 就有點麻煩 我們這邊就以控傷為主 感覺 過血的機率是蠻大的啦 看來是 應該是要黑了 沒關係 先試試 喔喔喔 剛好很極限 超級極限 非常剛好的極限傷害 我覺得 再控一下好了 有點危險 我很怕 等一下不早一點 把左邊也一直打掉 我們再控一下吧 控一下傷害 我們把這 把這障礙珠 弄掉幾顆 好 拿出一切的攻擊吧 OK的 OK的 就 這個好了 差點力氣 沒有啊 我還是覺得控一下好了 對啊 控傷還是很重要 OKOK 這波看起來傷害比較低一點點 OK468歲 我覺得可差不多 多 OKOK 這波傷害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兩側都很軟 你如果 一起打掉的話 會很麻煩 其實 這關還蠻貼心的 會自動幫你打右邊 打左邊就有點麻煩 好 他們這邊也一樣是繼續朝中間打 然後我們等 熬光跳的時候呢 我們在一起把 收頭 好 我們這裡呢 就開個 開個 開個 魚 我剛講熬光 沒有沒有 魚 魚 我們這裡就開個魚 我們這裡就開個魚 然後中間 繼續打 沒有 兩側都很軟的前提是因為 你要知道哈 我們的順的攻擊力 我們的司馬籤的攻擊力很高啊 他會疊 啊這個也會疊 好 OKOKOK 好來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再點下去 我就覺得這樣這個傷害應該會很剛好的 帶掉 左邊 還有 中間 但是 只能打掉中間啦 不能打掉左邊 左邊要在第三條血打 大家這邊要注意一下 不能直接秒走啊 不能左邊跟中間一起打死 中間的話現在大概還有1120萬 應該是蠻足夠的 我覺得這傷害 應該是蠻足夠 可以收頭 然後左邊就打殘就好 哦 OK好 這邊告訴一個小沛崩 就是 他如果 你右邊的死掉之後呢 你左邊沒有死 他是不會有那個 那個特殊行動 就是如果他扯到先制的時候 他是不會有特殊行動 所以還蠻多關卡都會測就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這裡就要 完全秒左邊打 好 我們這邊就完全秒左邊打 OK 應該是可以帶的掉 沒有問題 非常安全 OK 這裡呢 其實是西木減傷 大家不要害怕 莫及莫荒莫害怕 咱們要通關了 OK 這裡就再多打一點 然後往中間繼續打 看你們之後是怎麼退場 不知道啊 我也很好奇啦 OK 那這裡我們就繼續炸 就多一點傷害 也算一點傷害 OK 放出毒物兵 然後這邊毒殺 那下一波他是寫 西紅跟西傷害 但是好像關卡設計應該也是有錯誤 所以他只有西紅 他不會西傷害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全開大包把把他處理掉 就這樣 這個關卡呢 其實 拓荒你會 會讓你 懷疑人生 但是 當你真的摸手這個關卡之後呢 其實還好 好啦 那這個關卡攻略就差不多到這邊 這部影片我大概 為了這部影片我大概花了 好啦 其實跟我們以前打 打這種拓荒關卡的時候 其實感覺是 差不多的啦 感覺很好玩 就是 這次關卡其實 前面拓荒的時候 你拓荒蠻空 但是 你只要你後面抓到那個隊伍的感覺 還有控傷的感覺之後 其實 會蠻好上手的 這關其實沒有 沒有那麽想像 大家想像中的那麽的 慢 難 就是 你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很好做 而且我這一次呢 其實我的BM是不高的喔 我的 BM的是 我的BM是只有 140幾隻的 所以我的BM數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大家也不要擔心 再像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那個叫什麽 呃 三關一樣 就是會讓大家 很痛苦 這次其實是沒有 想像中 大家想像中的那麽困難 就是 你其實低BM也是可以打 就不一定想像說 一定要高BM 因為 這次的關卡設計就變成說 你 只要一直堆防禦 然後 不要被吸珠 你傷害就不會痛 所以這次就是BM 不是影響的 影響的因素 好 那 這次的關卡攻略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掰掰